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结束多国工作访问后 阿诺尔今天抽空主持此次展览的推荐里 出席者包括未来研究中心执行长 Zaoudin Sadar以及成功集团创办人 Dansri 陈志远 本次展览将展出六位本地艺术家作品 围绕以可持续性 关怀和同情 尊重创新 繁荣与信任 展现出昌明概念的六大支柱 该展览从今天起开放至11月10日 位于成功时代广场举行 入场免费 本月中旬令吉在九个国家货币的竞争中位居榜首 而相关成就归咎于财政部和国家银行 过去三个月来的积极行动 旨在促进马币的升值 据财政部透露 从今年2月26号至5月17号 令吉对美元汇率上涨2.0% 而与此同时 新元 人民币 印度卢比和泰铢的汇率 分别下降了0.2% 百分之负0.2% 负0.4%和负1.0% 有鉴于此 昌明政府的综合策略 是令吉走强的关键因素 期间金融市场的日均交易量 增至176亿美元 相当于一美元兑换四令吉70亿仙 令吉的表现不仅体现了 本国经济的稳定和活力 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信心 而此举有望进一步推动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自现任国民议会议长 Dattu Muttantagao于5月10日去世后 议长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首相Dattu Sri Anwar表示 他将在明天访问沙拉越期间 与党和沙拉越政府的领导层 讨论有关职位的空缺问题 关于选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首相表示已经确定候选人 目前正在等待国家元首的批准 首相强调整个过程将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以确保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人选 得到合适的批准和任命 首相Dattu Sri Anwar透露 目标是柴油补贴机制的细节和落实日期 将在近期公布 届时第二财长Dattu Sri Amil Hamza 将进行详细讲解 Anwar表示 第二财长之前已经概述了该机制的相关内容 现在只需进行后续的落实工作 同时他强调 在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由首相来完成 而他在相关计划中负责制定大局和框架 据了解内阁在中二决议通过落实目标式 柴油补贴机制 以期每年为政府节省约40亿令吉的开支 火国发生今年首宗大马朝圣者病逝事件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Dattu Muhammad Naim 证实一名72岁的朝圣者在上个星期五 因血管破裂病逝 另外国家元首苏丹伊伯姆 今天亲临雪邦朝圣基金大厦 为即将出发前的朝圣者送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陛下在上任后首次为朝圣者送行 据了解已故的阿弥陀佛 Ismail 来自吉他日德拉 上个星期五晚上10点30分左右 位于沙特阿拉伯阿布ドゥ拉 国王医院不幸病事 我自己也曾经接触到父亲和宗教 我自己召喚和她 另一边乡 国家元首苏丹伊伯姆 今天亲临雪邦朝圣基金大厦 为即将出发前的朝圣者送行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陛下出任第17任国家元首后 首次为朝圣者送行 陛下也在公主 敦姑敦阿米娜和其夫婿的陪同下 向282名朝圣者献上祝福 祈求朝圣者在朝圣期间一切顺利 这批朝圣者是在今天下午1点30分 乘坐马航MH8122 朝圣与小朝圣包机出发 预计在沙特阿拉伯时间 下午5点25分抵达吉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大马气象局数据 西南季风从本月17号开始持续到9月 全国多个地区的五宇天数多于下雨日 另外拉尼纳现象将导致6月至8月的降雨量增加 为此民众受粗保持警惕 并做好应对措施 随着拉尼纳现象的到来 预计今年的6月至8月期间 天气模式将转为潮湿 气候学专家 Fredorlin Tagang表示 拉尼纳现象的发展 可能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 他建议公众保持警惕 并密切关注大马气象局的预报 公众可以通过气象局网站 MyTRACHA手机应用程式 气象局官方社交媒体平台 了解最新的天气信息 为了保护政府数据的安全性 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 将通过2024年全国数据保护安全大会 向公务员广泛宣传数据保护的重要性 而相关举措的实施 不仅是维护国家机密的关键 同时也是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 为了确保政府数据 在当前网络环境下的安全性 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 向公务员广泛宣传数据保护的重要性 政府首席保安官办公室副总监 如来拉指出 网络攻击不仅限于盗取个人的账户资金 黑客还可能窃取政府数据 这对政府数据的保密性构成重大威胁 因为有账户封 将不是使用剩规 案开缩脱缩脱的方式 内存我们的相关 但是 其他人也可以 尽 help也尽研究和尽研究 尽研究不在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想让一法事 我们可以保护 可以在广力中期 Russell Lalla在大马电台电视台的 《早安 Malaysia》节目结束之后 这么指出 为了遏制敏感课题 在社交媒体泛滥 首相署副部长Zuki Fihasan提醒公众 避免发布涉及敏感性内容 特别是与宗教元素相关的内容 旨在确保这些内容 不会被亵渎伊斯兰教义或引起误解 他也强调内容创作者应该参考相关来源 和宗教机构才能发布内容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37秒的视频 显示两名女子跨过坟墓的行为 引起公众愤怒 纷纷认为这种行为超越界限 且不尊重宗教 为此该部门将根据此事 咨询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并在必要时传唤相关人员 为了维护全国妇女的权益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在玻璃市展开一系列父女和家庭福利的服务 旨在为母亲们提供应对家庭压力的方案 进一步关注母亲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健康 同时也为家庭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是关注和表彰母亲的重要平台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副主席 Zuwaria指出通过这个节日 社会可以认可并感谢女性 为家庭和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目前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实施多项妇女和家庭福利项目和服务 包括为玻璃市各地社区提供家庭教育计划 家庭和婚姻咨询服务 治疗计划和生殖健康服务 配合母亲节庆祝活动 当局通过举办多项活动 旨在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 同时此次庆祝活动 不仅为母亲们提供一个放松的机会 也进一步强调关注母亲的心理需求 和情感健康的重要性 较早前大马渔业局在马六甲一家养殖场 发现对人类身体有害的藻类 因此下令禁止民众暂停食用双壳贝类 直到另行通知 目前该州并没有接获任何吃青豪中毒案例 但有关经历已经导致当地渔民的经济来源受影响 马六甲正议员 Muhammad Ahmad Ahmad指出 青豪及双壳贝类养殖者多数为当地渔民 主要靠出海进行捕捞工作作为收入来源 由于相关禁令为禁止渔民生产 或捕捞青豪 因此渔民依然可以照常进行捕鱼工作 上个月3日 马六甲渔业局在十八株采集的青豪和水质样本 并验出含有亚历山大藻的藻类 该局局长Saufie Affandi通路 务实有害藻类最严重将导致瘫痪 渔民生产 烤类污染事件已经发生近两个月 但目前依然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尽管如此 有关当局将继续展开监督工作 同时定期进行检测 此外 当局也呼吁民众一旦发现各地区的海水变成红色 棕色 黄色或绿色时 可向各州和各县的渔业局投报 吉打州一名外类人士因在公路上危险驾驶而遭到陆路交通局逮捕 根据调查涉及的外类人士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 目前执法当局已经根据此案展开进一步处理 据了解 该名外类人士是在龙崖至亚罗士达路段第六公里处危险驾驶 被吉打陆路交通局逮捕 结果检查显示 这名外类人士未持有甚和有效的驾驶执照 吉打陆交局表示 他们已经对该名外类人士和车主进行罚款 设施车辆也被扣押并送往吉打陆交局扣押仓库进行进一步处理 吉打陆交局强调将严格执法 绝不姑息任何违反交通法律的行为 以确保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福祉 近日网络流传一段妇女骑着微型交通工具上路的视频 在视频中 该名妇女没有戴头盔以及打指示灯换道 目前警方已经援引2021年道路交通条例展开调查 并呼吁目击者和涉案人士提供线索 初步调查 该妇女骑士在万劳区公主湖镇 丹丹丝里留药全道行驶 且在未打指示灯的情况下随意换车道 这种行为可能危及自身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俄脉警区主任诺阿瑞芬指出 警方已援引2021年道路交通条例第三条一款条文 使用禁止的特定微型交通工具展开调查 并呼吁知情者向警方提供线索 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任何人被发现在公路上使用被禁止的微型交通工具 可被处以高达300令吉罚款 吉隆坡移动公寓昨天下午遭狂风暴雨袭击 导致屋顶被掀开吹落 数量停放在公寓楼下的轿车不幸遭殃 根据本台记者调查发现 相关单位已经前往现场进行清理工作 而屋顶承包商也在场进行评估 以便立即采取行动 据了解这起事故是在孟沙布特拉利亚公寓发生 受访居民表示 这是该公寓首次发生屋顶被掀开吹落的事件 并对这起事件感到十分错愕 当时我的心内没得 зна 我看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我看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在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在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说我变成这样 我说我变成这样 我变成这样的家庭就会变成这样 另外公寓管理方保证将立即进行修上工作 并定期进行监控避免再次发生相同事件 这起罕见意外是在昨天傍晚六点左右 位于首都吉隆坡梦沙布特拉利亚公寓发生 狂风暴雨导致屋顶被掀飞 芯片掉落在户外停车场 砸中其中六辆轿车的车顶 国际新闻 印度西部一个儿童游乐设施 25号发生大火 事故造成至少27人死亡 包括4名12岁以下儿童 当地市长表示 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攀升 而紧急救援部门负责人则说 火事即将受控 目前还不清楚起火原因 综合外媒报道 火灾发生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 当地地方官员表示 事发时设施内有超过300人 由于入口附近的临时建筑倒塌 导致人们受困 无法及时逃出 此外大火也因为现场 有许多易燃物而迅速蔓延 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 大火吞噬了游乐设施 现场不断冒出浓烟 当地医院官员指出 部分遇难者的遗体 被烧得面目全非 难以辩认 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X发文 对死者表达哀悼 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 莫迪同时指出 地方政府正在向受影响人士 提供援助 事后古吉拉特邦 已经成立特别调查组 以调查这起事故 当地警方已经拘留两名嫌犯 并会向该儿童 游乐设施业者起诉 疏忽导致他人死亡罪 战队24号台湾立法院外发生 一度超过十万人抗议示威活动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表示 台湾立法院的议事运作 应该遵守程序正义 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得到充分讨论 而不应以多数票强行表达 由台湾在野党掌控的立法院 24号第三度审理国会改革修法 在执政党民进党籍立委的抗议下 二度通过国会听证调查权 迫使政府官员或社会人士 应立法院之邀出席听证会 不得拒绝出席 违规将受到20万元 新台币的罚款处罚 民进党籍的总统赖清德 赢得了今年1月举行的台湾大选 并已经在星期一宣誓就职 然而民进党也在1月的大选中 失去了在立法院中的多数党地位 目前台湾的政局是嘲笑也大 特别是在两个在野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进行合作的情况下 立法院推动国会职权 相关修法被视为在野党 试图扩权并对总统权力 实施限制的企图 因此不仅遭到民进党籍立委的 抗议与反对 也遭到很多侵律团体 和民众的抨击与谴责 从星期五开始 便陆续有示威者 前往立法院门口示威 台湾的中国时报 引述警方的估计说 现场示威者约有1万4千人 但是绿营的示威组织者认为 示威人数超过了10万人 示威者高举着标语牌 并高呼反对立委滥权等口号 抗议活动星期五 蔓延到台湾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城市 包括高雄 彰化 嘉义等地区 好的 以上是晚间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杨怡婷 感谢收看 Salamu alaikum alaikum alaikum